长江日报 成都展出,好评如潮,5月25日,他来到郑州,这是全球巡展的第22站,中国的第4站,25日,长江日报记者,专程前往郑州博物馆,带领大家一览,这231件珍贵文物,并独家采访到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法西姆拉西米,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员阿卜杜拉, 为大家讲述这批珍宝曾经历的劫难,以及与中国的结缘,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员阿卜杜拉,又等,特派记者高盟社,我们是想告诉全世界,一个全新的阿富汗正在开始,25日,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拉西米,在郑州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榜时说,如果这批文物不走出来,全世界人印象中, 阿富汗永远是战乱和恐怖袭击,当你看到这批文物,你会知道,阿富汗原来也有历史,也有文化,也有艺术,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法西姆拉西米特派记者高盟社, 1979年起,阿富汗文保就失控,最早破坏文物的是雇佣军阿富汗不只有战乱与贫穷,也有灿烂文化和历史, 丝绸之路,与敦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邵学成,一直陪伴阿富汗工作人员,进行中国国内的巡战,他被称为阿富汗的中国有缘人,增三次赴阿富汗实地考察文化遗址保护工作,展览现场, 特派记者高盟社邵学成,告诉长江日报记者,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,阿富汗国内就失控了,比如,阿富汗国家博物馆,都不知道自己归属于谁,各种政党上台,变得太快了,所以造成了这批文物,开始慢慢地面临一个危机,当地的军阀们,雇佣军,外国势力等,总想着把这些东西抢走, 博物馆只是一个文化机构,没有军事力量,仅有的两三个保安完全没法守护,少学成说,本拉登时期,在全球招募雇佣军,聚集阿富汗,这群人有枪,是最早打劫阿富汗珍宝的一群人,他们要买军火,没有钱,就去抢,贱卖文物,少学成说,他们对当地珍贵文物没有感情,为了利益,大肆破坏, 消失20年的文物重返世间,到中国展出是一种保护流光溢彩的黄金王冠,像把绿松石的黄金宝剑,公益精湛的黄金项链,这批正在中国避难的阿富汗国家宝藏,勾勒出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1世纪,阿富汗多元文明图景,分别证实和诠释着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, 这批文物如果按照美元来换算的话,光保险费就需要12亿人民币,少学成说,显为人知的是,为躲避战火和恐怖主义威胁,这些文物消失了20多年之久,守护他们的阿富汗人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, 才使得这批举世文明的珍贵文物重返世间,希勒诺斯青铜面具中间等,特派记者高盟社阿富汗国家博物馆,始建于1919年,是阿富汗最大的博物馆,曾经拥有10万组以上的珍贵文物,1994年,被炮弹击中,顶楼毁于一旦,展览呈现的珍宝,是阿富汗在上世纪90年代的枪林弹于中保存下来的, 1985年起,这些文物分别被运到阿富汗中央银行的保险库、信息与文化部,还有的一直被藏在总统办公室里,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员阿卜杜拉告诉长江日报记者,正是因为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, 始终对文物的下落手口如瓶,熬过了武装分子的言行拷打,即使婚礼也坚持不透露秘密,才成功阻止了武装分子的截律,勇士图案金勾扣,特派记者高盟社金官,特派记者高盟社国家博物馆寡长拉西米, 告诉长江日报记者,在阿富汗国立博物馆的大门前,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镌刻着一句名文,文化存,国家声,一字一句都表现着我们无论如何,都会保护我们文化遗产的决心,拉西米说,阿富汗战乱频发,很多珍贵文物流离失所,阿富汗当下的环境,不利于这些文物的保护,但中国的博物馆,可以确保这些文物安全, 要让这些文物在安全的地方展出,中国人非常友好,而且热心,善良,中国有稳定的社会治安,良好的博物馆设施,和专业的策展设计,我们把文物放到中国来,不失为一种保护手段,很放心,御龙组合金势,特派记者高盟社,镶嵌玛瑙徽张金项链,特派记者高盟社,中国守护接力,从故宫展开始, 可惜未能在湖北展出2003年,阿富汗政府办了一个小型展览,宝贝得以重见天日,由于战乱,阿富汗许多博物馆被毁,整个国家没有任何文化设施,这些珍贵文物只能在总统府临时展示, 在时任法国总统的帮助下,这批珍宝城专机,运往法国及美博物馆,先修复在展示,2006年起,这批珍贵文物,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,足迹走过法国,意大利,荷兰,美国,澳大利亚,日本等国家, 2017年3月,故宫博物院接纳了这批阿富汗的珍宝,举办了浴火重光,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特展。 此后,重庆东岭艺术品有限公司,获得了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在华办展的授权,一手策划阿富汗国宝在中国国内的巡展。 25日,长江日报记者专访,到重庆东岭艺术品有限公司,副总经理严格,他介绍,阿富汗这批文物,在中国的守护接力,是从故宫展出后开始的。 按照原计划,这批宝藏在2017年6月17日,故宫展览结束后,将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展出,但是芝加哥大学意外取消了展览安排,如果找不到下一个展览的地点,这批宝藏将被迫回到动荡的阿富汗。 故宫首次展出后,反响热烈,但故宫展出的时间太短了,于是我们决定,在中国接着做下一站。 严格说,故宫首展后,这批阿富汗珍宝第二站来到敦煌,接着是成都,郑州是中国国内第四站。 我也去过湖北省博物馆,因为当期的客观原因,这批文物没能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出,非常遗憾。 严格说,25日,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拉西米,向长江日报记者透露,有可能接下来在中国只剩下最后一站。 他说,按照目前规划,阿富汗国家宝藏在中国展出的时间,只是今年一年,策展的严格告诉长江日报记者,之后的计划正在协商和沟通中,但无论在哪,阿富汗的宝藏,是丝绸之路的宝藏,更是世界文明的宝藏,全世界都要好好保护,编辑。